歡迎各位有全面進場 話說美國商務部昨天宣布 從今個星期日開始 將會封禁TikTok和微信 中國商務部不甘事若 今天馬上有反制美國措施出台 在講下去之前 首先要呼籲各位有 記得免費訂閱我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中國商務部今天發布了一份 不可靠實體清單規定 講明將會審查一些外國企業 在國際經貿和相關活動中 究竟有沒有做出一些 危害中國國家主權、安全和發展利益的事 中方可以規定限制這些外國企業 在中國境內的活動 規定從即日起施行 講就好像很架細糖 究竟實際的作用 真正的影響力有多大 早在今年5月15日的時候 《環球時報》的一篇報道 已經對於幾家美國企業巨頭 作出點名 指他們有可能受到波及 當時的報道提到 中方可以使用的具體反制選項 包括將美國企業 納入中方的不可靠實體清單中 並且依照網絡安全審查辦法 和反壟斷法等法律法規 對高通、私科和蘋果等美企 進行限制或調查 同時可以暫停採購波音公司的飛機等等 他點名了三家 實際上你現在限制高通也沒用 因為高通的晶片都不會賣給你 至於說到蘋果 其實較早之前在白宮記者會上 有記者都親自問過特朗普 記者就問 你這樣去封殺微信 不怕iPhone在中國的銷量會暴跌嗎 特朗普當時就回答 隨便吧 即是說他根本上是不為所動 他是不會受到一些商業利益 而作出妥協 他亦都決定了的事情 就是會一往無前去做 正如昨日華盛頓郵報的報道都提及到 有十多家美國商界巨頭 都叫特朗普 你去封殺微信 會伴測他們企業利益 最後特朗普都沒有聽 所以 如果想用商業利益 去威脅他 一定無效化 當然 現在中國商務部 亦都沒有點名 要將哪些美國企業 放在不可靠實體聖誕當中 但是到底這個操作空間有多大 都是一個移民 為什麼呢? 因為有部分美國企業 根本由頭到尾都沒辦法打入中國市場 比如Facebook和Google 他們不是沒有試過 他們試過申請 試過委曲求全 試過修改很多規則 去迎合大陸的要求 但是始終來說 都是不放心讓你進入 都說你是不符合規定 所以到最後Facebook就放棄了 Google就放棄了 所以凡是牽涉到這些在互聯網提供服務的公司 根本就是反制不了 他們都沒有進入中國市場怎樣反制 所以操作空間真的有點懷疑 同時來說 這份不可靠實體清單規定 都難以扭轉美國要封禁微信和微信支付的決定 為什麼呢? 因為這個微信支付在美國 其實都存在著一個很大的稅務漏洞 就是 根本上美國的稅務部門 對於使用微信支付的交易 是沒有辦法進行得到有效監管 而相關的收入 如果那些人自己不報稅的話 就不會知道 所以這個是有個稅務漏洞 有幾百萬的華人 每一天都在美國使用微信支付 我相信 美國的相關部門 就想動這個微信支付很久了 所以為什麼呢? 其實微信沒得商量 反而TikTok就有得商量 因為TikTok只要將那個業務 賣給美國的公司 他就在那裡繼續營運 但是 這個微信支付這麼核心的業務 根本上沒有辦法拆出來 所以這個微信支付 反而沒得商量 好了 現在一說要封殺這個微信支付 大量的商機竟然應運而生 很多美國的華人商店 就馬上推出一些優惠措施 因為有不少美國華人都擔心 一旦封禁了微信支付以後 他們放在裡面的錢 會不會融不上的 於是他們就想盡辦法 來調走那些資金 其中一個辦法 就是有不少的華人商家提供優惠 就是叫那些華人 你買那些優惠券 下平價特價的速消賣給你 你到時就可以在那個商店裡消費 其實就等同麥當勞買禮券 或者是去餅店裡買餅券一樣 反正就叫你快點洗完那些錢 那就不需要憂心 那些錢不知去了哪裏 所以華人 真的一說到做生意 就是有他的橋 不過有很多橋段 都是不值得學習的 比如像這些商家一樣 他當然有個門路 是可以把收了的錢 調走他才會這樣去促銷 但是這些門路究竟 在於美國的角度來說 是否是合議 是否是合法 大家心照這件事 然後我們再看看 關於香港總商會的總裁梁紹基 在出席一個電台節目的時候提到 說香港不再是企業眼中的營商落土 他提到 說限聚令令到不少微企生意冰封了 對於很多長期被休業的小商店來說 政府的財政援助就是杯水車身 而總商會最近做了一個問卷調查 就發現不少企業最著重的就是要有效控制疫情 令到業務重開 補助支援都屬於次要 這方面你就要叫商戶、商家 走去向林鄭問責 如果不是他放山的海原者 進來香港換班 怎會又搞了個第三波出來 是不是 你問林鄭問責 只是說要有效控制有用 林鄭繼續做些無謂的事 只會使全香港市民要分攤後果 商界當時有沒有出聲才行 商界又不出聲 喝他沒有說什麼 另外 這位梁兆基還提到 說目前有些大小企業 身處在內外不斷的政治爭拗之中 有些無所適重 而且動自得救 香港似乎不再是企業眼中的營商落土 不少企業最大的期盼 就是安穩的營商環境 他說動輒得救這件事 動輒得救 其實你究竟是說哪一班人 如果你說市民、示威者 或者反對的聲音 動輒得救這個成語是甚麼意思 即是說凡親有少少看不過眼看不順眼 馬上就怪罪下來 這一個就是動輒得救 一些沒有掌握到公權力的普通市民 普羅大眾 他就算那個動輒得救 都沒有什麼效力 比如說他唯一可以做到的 就是在消費決定上做一個抉擇 比如說他選擇去黃店消費 不走去藍店消費 這個一向的消費的抉擇 都掌握在消費者的手上 那些消費者選擇去光顧哪一家商店 是他的自由 他又沒有不讓你做生意 但是掌握公權力的人 就有本事有辦法 令到商家做不到生意 比如說一個錯誤的政策 就使得很多中小微企 有些甚至乎摺埋 再說動輒得救 只有掌握公權力的人 是可以做到動輒得救的效果 比如說要求商家 要就某些政策 某些法例表態 如果你不登 他就說你不愛國 這些才是動輒得救 好了 接著他就說 說香港不再是企業眼中的營商樂土 這些就是陳述 他說不少企業最大的期盼 就是安穩的營商環境 真的要問回商界 去年有很多商界在登廣告 說支持止暴制亂 今年又有很多商界 在登廣告支持港區國安法 照計現在都沒有什麼示威 一示威又限聚令 又拉又所拉人封艇 現在夠平和了 夠安穩 還不夠安穩 國安法又有了 止暴制亂又做了 還不夠 你現在已經很安穩 那什麼不安穩 是不是說中美貿易戰 是不是說香港製造 被特朗普打散了 就迫你改成中國製造 其實這個是求人得人 商界這麼多愛國人士 為什麼要區分中國製造和香港製造 等同於大陸都不會有個廣州製造 所以他說這件事是言不由衷的 最大的期盼是安穩的營商環境 現在已經很安穩了 只要街上沒有什麼警察 在街上VVVV 那根本上都沒有事發生 還不夠安穩嗎 到底他什麼為之安穩 就真的要問這個總裁才知道 這節先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